2014年 山西官场曾经发生了一次大地震 多位省部级高官以及厅级干部被调查 上级甚至用了他方式腐败来形容这一连串的事件 2月28日凌晨7点55分 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已经展开详细调查 此时的金道明刚刚就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职 36天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但这个被为意重任的官员却成为当年落马的第三位省部级高官 辞职全国煤炭工业转型升级的混乱背景 很多小型或者是私人煤矿都被勒令整改或者是整合 有些位高权重的国家干部借机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 这其中就包括了金道明 随着调查组的深入探寻 金道明的糜烂生活曝光在公众的面前 另外除了借用植物之变疯狂敛财之外 金道明背后的两位样貌出众的姐妹花地下情人 也成了大众和媒体所关注的焦点 1953年12月出生的金道明 从小便生活在黄唇根下 是满足血统 认识他的人都说 他明显比同龄的孩子看上去机灵不少 是个孩子王 据说他家祖上还有人当过清朝的官员 1970年金道明17岁就参加了工作 进入北京市东城区承建防管局 成为一名底层的工人 他认真努力地表现自己 积极和单位上级搞好关系 工作之余他还拿到了职工大学的本科学历 1972年金道明被调到共青团 成为一名基层干部 此后他长期在共青团以及中纪委等部门工作 还担任过共青团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 以及中纪委副秘书长等职务 2003年金道明拿到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的在职管理硕士学位 2006年金道明被调往山西 任命为山西省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 2008年他再接再厉考取了武汉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职研究生班 拿到了管理学的博士学位 2010年10年57岁的金道明被任命为 山西省委副书记 都说天下文物看山西 其实山西也是矿藏丰富的内陆省份 2003年初中国的煤炭产业步入黄金年代 煤炭资源特别丰富的山西 作为全国煤炭输出的大省 经济上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腐败的滋生 山西的官场也并不例外 金道明刚到山西就任 就由煤炭老板主动找到他 拉关系走后门 金道明可是省委常委 位高权重 还是从中纪委监察部门走出来的干部 所以刚开始的一段时间 他还是比较坚持自己的原则 不过时间久了 随着煤老板找他的次数增多 和金钱外加美女的车轮攻势 这位国家干部的思想就开始松动了 2008年国家提出煤炭要淘汰落后产能 减少开采数量以及杜绝生产事故的发生 山西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 提出了进行煤炭资源整合的要求 在这种背景之下 很多煤炭被合并 也有一些被落令关闭 金道明就借助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 表面上金道明给民众的印象 一直是一心为功的好书记 好领导 他整日忙于山西各地的施工现场 检查督导工作 但这背后的目的不言而喻 他积极亮相 就是为了让各个工程负责人 尽快熟悉和认识他 而为了能够竞标成功 和后来的施工尾款能够顺利拿到 商人们很快就尽一切办法与金道明官商勾结 形成利益共同体 一切都在私底下谈妥 大道工程项目 项目分段承包 小道材料供应 以及回扣事宜 金道明总是很快的和他的合作伙伴达成共识 同时为了掩人耳目 树立自己的好干部形象 他做了很多的面子工程 曾经在纪检委工作的他屡次开会唱到反腐唱联 呼吁山西的煤炭行业急需整顿 反腐工作必须严抓使管 讽刺的是金道明在山西当官时 他的好色本性昭然若揭 他先后包养了多名情妇 这些女人有的是为了他手中的钱财 有的则是为了他手中的权利 山西省纪委检察室主任李某 就是这些女人其中的一个 为了仕途之路 他以美色诱惑金道明 一朝翻云覆雨之后 李某的仕途进入了快车道 还走马上任 成了山西省静中市的市委副书记 与李某相比 来自静中的胡适姐妹花 则是另辟蹊径 他们使出浑身解数 与金道明纠缠不清 赚得上亿资产 其中这三人之间的关系 剑不断理还乱 一度成为山西官场上 最被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在金道明被双规之后 情妇也随之落网 成为阶下囚 山西姐妹花中的姐姐胡兴 出生于1977年 妹妹胡磊则是出生于1979年 二人从小生长在 静中市太古县的一个商人家庭 因为父亲早期就开始做一些小生意 姐妹俩小时候的生活也是衣食无忧 耳濡目染父亲做生意 两姐妹也颇具商业头脑 姐姐在大学毕业之后 创立了自己的文化传媒公司 妹妹毕业之后也加入了公司 两个人携手合作 想为自己打拼出一方天地 姐姐胡兴长得漂亮 喜欢身着套装和长裙的她 看起来既淑女又干练 妹妹则是眉目清澈 泼辣的个性中带着些古灵精怪 认识金道明之前 姐妹二人就在山西的商界小有名气 胡兴在创立传媒公司之初 也并不顺利 认真做生意的她发现 处处是闭门根 不过她意识到 与自己打交道的男性商业伙伴 对自己做什么样的生意 其实并不是很感兴趣 那些位高权重的男人 会为了和她走得亲近些 想方设法地为她的生意开绿灯 不久之后 胡兴便转向信息工程领域 她的公司在承接政府信息工程方面 尤为擅长 如此一来 姐妹二人也开始懂得 如何利用自己的美貌优势 从男人身上捞金 而那些男人 无一例外的 都是手握实权的政府官员 胡氏姐妹 在山西的官场和商场 无人不想 听说北京派来一个省委书记 手握大权 姐妹二人便摩拳擦掌 上帝轮番上阵 攻克难关 一次宴会之上 姐姐胡兴身着顽礼服 高贵大气的出现在金道明的身侧 二人眼神接触的第一时间 这个姐姐就明白 猎物会上钩 在一旁冷眼的妹妹 转身便离开会场 因为那里暂时都不需要她 美女的主动示好 让相貌平平的金道明 有些飘飘然的 几番接触下来 胡兴顺利的爬上了金道明的床 成为了她的一号情妇 在金道明的帮助之下 她的事业也是快速发展 资产如同滚雪球一般壮大起来 女商人胡兴很会利用金道明的影响力 比如在山西文峰交化科技有限公司的 兼并重组过程当中 她就借助金道明的关系 为一家煤矿获得了分区开矿权 事后胡兴获得好处费1亿元 当然金道明在这其中 也捞到了不少的好处 从此胡兴成了金道明的心头好 但是胡兴发现 金道明其实是头老狐狸 除了自己之外 她在外面的女人还有很多 作为被指派的金官 她的太太并没有陪伴在左右 身边的阴阴厌厌实在是太多 担心时间久了 金道明会对自己失去新鲜感 别的女人就会乘虚而入 胡兴记上心来 将自己的妹妹胡磊拱手介绍给了金道明 从此后姐妹共事一夫 这样的操作也让金道明 从此更加对姐妹俩割舍不下 三人在床之间翻云覆雨 在合作敛财的道路上 也是齐头并进配合默契 众所周知 山西煤炭资源异常发达 靠山吃山的地理优势明显 金道明通过胡氏解煤花 多次从煤炭生意中获取利益 胡家先后开办了20多家空壳公司 在趁着煤矿改组的时间 巧妙注资控股大型企业 比如2011年1月 杨梅集团联合由胡心实际操控的创日新能源公司 共同开发薄力矿 杨梅集团出资70% 而成立不到半年的创日新能源 仅仅出资7500万元 就获得了该矿30%的控股权 薄力矿位于静中市河顺县里阳镇境内 面积为146平方公里 预计年产值在20亿元 创日新能源的注册地点 为太原市五落街创业大厦 指示状破旧不堪的微楼 而公司办公大门早已被蜘蛛网所覆盖 创日新能源的法定代表人据查证 是一个叫做张征宇的年轻人 当警方找到他的时候 他正住在太原的一处回迁房内 他表示自己曾经是 胡兴信息公司的一名员工 漂亮的女老板 曾经拿走过他的身份证明 但他表示多年前 女老板曾经带着自己 开过一次什么股东会议 当时自己在商务宴会上喝多了 对于自己是公司法人这个事情 他是完全的一头黑毛线 胡家的生意越做越大 胡氏姐妹此后 如法制泡了很多空壳公司 他们将触角扇到当时最火热的房地产行业 姐妹以千万元的价格 在太原市非常繁华的地段购买了一块地皮 但其实他们并没有能力和资金做后续的开发 于是二人就给金道明吹整边风 利用他的权力从兰花集团筹款5亿元 建造起了非常豪华的办公商业大楼 并且取名为双子楼 大楼落成以后 胡青和胡磊随即以15亿的高价转卖给了三个商业集团 同时还一次性收取了长达50年的物业管理费 单单这两栋商业楼就让姐妹俩赚到了几辈子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 当然吃水不忘挖井人 他们也非常大方的给金道明分了红 之后的姐妹俩更是加大了自己疯狂敛财的脚步 仗着金道明这棵大树座靠山 他们以各种名头开设了多家公司 房地产金融科技以及各种暴力行业 几乎都能够看见他们的身影 开设的公司有几十家之多 其中有很多连员工都没有一个 但会有大笔的入账资金 金道明沉迷其中 他既能抱得美人归又可以荷包撑满 这样的神仙日子早已让他乐不思数 在金道明的纵容之下 两姐妹的胆子也是越来越大 与商人们抢夺项目 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的血盆大空 他们便聚焦可以获得更大利益的国家扶持项目上 2009年姐妹俩再次出手购买了一块新的地皮 这次他们物色的接盘者是省内一家知名国有企业 便宜入手的地皮以2亿元的高价又转卖给了国企 这笔生意让他们轻松进占5000万元 仅在2009年 胡佳先后成立了三家地产公司 山西博弈地产对应海棠花园项目 公司仅成立了4个月 就将所有手中的资产全部卖给了与金道明 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兰花集团房地产开发公司 成功获利4亿元 之后成立的开城房地产对应太原 藻庄地区C-07-1地块 地皮拿到5个月之后 公司就卖给了大连铁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胡新的净利润是1.9亿 胡佳成立的另一家公司 筹款盖起了加明国际ABC三栋办公大楼 之后被姐妹俩以每状7.5亿的价格 兜售给了三家大型国企 兰花集团 净梅集团和山西省投资集团 胡适姐妹再次轻松盈利几亿元 山西商人们也都知道 这对姐妹花是金道明赚钱的手 她不方便出面的事情 姐妹俩就负责帮她摆平 后来有通报称 从2010年到2013年 仅胡适姐妹就谋取了超过15亿元的非法收益 时间来到2014年 山西梅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的家中被盗 她报案称 自己在家中放置的近300万元被洗劫一空 警方接警后立即展开了调查和抓捕 两名嫌犯很快就被抓获归案 但之后的审讯时警方发现 白培中声称失窃的款项从300万元变成了上千万 对此太原警方的办案人员感到疑惑 为什么这么一个堂堂的企业董事长 还要隐藏千万的失窃巨款呢 意识到这件事情不小 负责办案的警员便将白培中的问题 立即汇报给了纪委监察部门 在对白培中进行一番调查之后 发现他存在着严重的贪污受贿的行为 但是这位总经理所涉及的贪污款项只有几十万 这其中的千万元款项去向是哪里呢 原来这些款项都是他用来行贿金道明的 一条大鱼浮出水面 纪监委很快就组建了专人小组调查和了解 金道明的玩忽职守和受贿行为 以及他的通奸行为 调查发现金道明可不止白培中这一个同伙 已知通奸的胡适姐妹花才是他的白手套 在纪委监察部门工作人员的深入调查之后 金道明涉嫌贪污受贿的金额高达1.23亿 2014年12月22日 中共中央纪委决定对金道明的严重违纪问题 进行立案调查 2016年2月24日 江苏省郑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对金道明进行了审判 有人可能会问了 金道明的阻击北京案发地在山西 为什么会被江苏法庭进行审理呢 原来近年来为了有效排除预防审判干预 最高法明却要求各地法院根据各案具体情况 采取异地审理的做法 审部级高官腐败跨审异地审理 听局级干部腐败案件审内异地审理 已经是相对固定的司法程序 实践证明 这些年来审理的异地管辖案件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异地审理也最大程度阻止了地方权力妨碍审判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有效排除了案件查处中的各种干扰和阻力 也有效消除了一部分社会公众对审判工作的担忧和误解 金道明最终以受贿罪和通奸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只巨贪色狼大老虎落入法网 他和一对姐妹话的淫乱情史 也成为了山西百姓茶余饭后的一道谈资 金道明被调查之后 他的情妇胡欣曾经想方设法逃脱罪行 但最终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媒体报道称胡欣被捕后 专案组人员在太原发现了他家总共有五处房产 每一处都价值千万 装饰豪华但没有居住痕迹 2017年63岁的金道明被判处无期徒刑 宣判之后金道明当庭认罪悔改 并没有提出上诉 随后他的情妇也被收监 具体刑期并无被透露 至于胡欣的妹妹胡磊的下落已经成迷 回首落马高官金道明的人生 前半段努力工作认真求学 仕途之路肉眼可见的好 但当他走上高位 无论是心态还是形式作风上都发生了变化 对金钱的利益熏心 对香烟油雾的渴望 都令他义无反顾的滑向深渊 反观胡氏姐妹的种种作为 也表现出一个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有了第一笔可观的利润 他们就对更多的金钱充满渴望 所幸的是 生而平凡的我们 不会遇到故事主人公一般的戏剧性结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是吴悦 喜欢讲述人世间最真实的故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哦 再次感谢我们下期再见